在节目开始之前 来问候一下参加五万点点名的岛民们吧 大家午安 又是新的一周咯 大家要加油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Friday 我今天有等大家到齐再开始讲话哦 这样就对了 很棒很棒 今天我们好像有一位特别的朋友 要来跟我们一起听故事哦 这位特别的朋友 不只要来一起听故事 他还很会写故事 今天这个可爱的故事 就是由他创作的哦 哇好厉害哦 欢迎叮叮 大家好 我是丁丁说故事的丁丁 很喜欢编故事和讲故事给小朋友听哦 还有听到大家听到好听的故事 笑咪咪的样子 今天超级开心来到岛上 一起讲故事听故事 丁丁自己也有经营一个 说故事的podcast节目 很高兴这一次可以跟他一起合作 哇好期待今天的故事哦 今天要请甲子姐姐说的故事 是跟大自然间的小小动物有关系的哦 这个小小动物到底有多小 大家想不想听啊 小 在一座森林里有一个很大的椅窝 这是小蚂蚁蜂蜂蜂蜂蜂一出生就有很多很多的兄弟姐妹 他们是陈陈的以后妈妈生下来的多胞胎 以后妈妈总共生下了500只小蚂蚁 因为宝宝实在太多了 所以全家人包括帮忙照顾他们的蚂蚁阿姨都是用编号来叫他们的名字 例如 一号小蚂蚁宝宝宝 二号小蚂蚁宝宝 三号小蚂蚁宝宝 498号小蚂蚁宝宝 499号小蚂蚁宝宝 500号小蚂蚁宝宝 蚁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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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遇到这么特别的蚂蚁宝宝 晨晨啊 的确跟其他的小蚂蚁 不太一样 比如说 好了 听妈妈的话 大家一起去打扫房间 打扫完 大家就可以去做 自己喜欢的事咯 晨晨的动作很快 两三下就完成了打扫工作 这个时候 她就会跑到外面 研究蚂蚁窝外的树叶 她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回来的时候 窝在妈妈身边问东问西 妈妈 为什么树叶的影子 在早上的时候还很长 到中午的时候 发现影子越来越短 我观察了一个早上 还有做记号哦 太阳到天顶的时候 影子就会变得 是很小一点点 以后妈妈因为忙着照顾 新生的宝宝们 忙得不可开交 就随便地回答了晨晨 嗯 我想可能是影子中午肚子饿变矮了 对了 爸爸今天好像要宣布重要的事情哦 你快去餐厅吧 好 蚂蚁肚子饿了要吃东西 那影子肚子饿了会是吃什么呢 我下次出去一定要认真观察 蠢蠢就这样一边思考 一边走到了餐厅 刚好听到爸爸大声宣布 孩子们 恭喜你们 今天是你们一岁生日 可以开始负责到外面采集植物粮食的工作 但是呢 在开始采集之前 你们要先分辨哪些植物可以吃 哪些不能吃哦 哇 爸爸 我们不会分辨耶 什么东西是可以吃的啊 可以吃菜我喜欢吃的嘛 哼 你就是只吃甜的才那么胖 我哪有 你就胖吗 我没有胖 乱讲 哎 好了 好了 爸爸知道你们还不懂得分辨 所以我呢 帮你们报名了森林小学的野外植物教室 明天出发 走两天的路程 到学校参加一天的植物学习 因为你们都长大了 也要让你们挑战自己去上学哦 哦 要离开家这么久哦 我们可以一直都帮妈妈照顾宝宝就好了吗 走很久 走很久感觉肚子会很饿 人家不想去上学啦 好远处 小蚂蚁们一阵哀嚎 只有辰辰跳了起来说 爸爸爸爸 学校的老师是不是什么都知道 我有好多问题想要问老师哦 辰辰的心里已经开始列出要问老师什么问题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要问老师 影子都吃什么 看来辰辰已经准备好了 明天就由辰辰当领队班长 负责带大家到学校 把老师教的都学起来 你们第一次出任务去采植物的时候 你要负责帮大家认出可以吃的植物哦 我一定会把老师教的全部都记起来的 隔天 爸爸帮小蚂蚁们穿上各式各样粉红色的物件 有些穿着粉红色的小外套 有些戴着粉红色的小领巾 辰辰选了粉红色的小帽子 手上拿着大大的粉红色旗子 写着蚂蚁家族 就准备好了整队出发 走了一会儿 晨晨说 我们的队伍都是长长的一直线 实在没意思 我们穿粉红色这么漂亮 而且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 应该可以摆出很漂亮的图案 这样走到学校才酷啊 说完 晨晨就指挥着大家排出一个大大的箭头 指着学校的方向 晨晨站在高高的石头上往下看 觉得这个粉红色的箭头真的超级好看的 排好阵型之后 大家一二一二的继续向前行 隔天一早 晨晨开心地宣布 今天就会走到学校了 我们来换个笑脸队行吧 说完 大家排了一个粉红色的大笑脸 一起往前走 一路上看到这个笑脸的动物 心情也都好了起来 就这样走到黄昏 突然间听到远远有声音传来 快乐的笑脸小蚂蚁家族 欢迎你们来上课 我是小杨老师 你们今天在教室休息一下 明天要上一整天的课哦 隔天 小杨老师帮小蚂蚁们准备了一张桌子 让所有的小蚂蚁都站在桌子上 班上也有其他的小动物宝宝 一起来上课 有兔子 刺猬和小猪 小蚂蚁们因为很小只 所以声音也很小 它们发言之前 蠢蠢必须先摇一摇手上的旗子 再请所有的小蚂蚁一起大声说话 小杨老师才听得到 它们想要说什么 蠢蠢心里想 好羡慕其他动物 它们自己就可以举手发言了 我们蚂蚁真的太小了 有好多不方便的地方 好了 小朋友们 我们今天学的是认识植物 早上我们会先在教室 看看有读植物的图片 下午是校外教学 到现场看看这些植物长什么样子 好棒哦 校外教学耶 校外教学 但在出去之前 大家要认真上课哦 因为野外虽然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但也有很多有毒的植物 如果没有认真上课 不小心吃下有毒的植物 严重的话 很可能会死翘翘哦 老师的这番话 让正在打瞌睡的小猪都吓醒了 小刺猬 则是害怕的缩成了一颗刺刺的球 但辰辰却非常聚精会神的 想要了解更多知识 至于他们会认识什么植物 去校外教学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下回待续 哇 今天的故事好清新哦 嗯 好像都闻到了大自然的青草香味 啊啊 对了对了 我有问题 在蚂蚁家族里 兄弟姐妹们真的有五百个这么多吗 蚂蚁的族群是很庞大的 跟我们人类一般家庭 两个大人几个小孩子是不一样的 通常一个蚂蚁家族 有上万个蚂蚁成员 蚂蚁妈妈又成为蚁后 可以一次生出好几百个 甚至几千个宝宝呢 蚂蚁的家庭有很多分工 除了蚂蚁妈妈 蚂蚁爸爸 蚂蚁成员还会分工蚁跟兵蚁 工蚁负责帮忙照顾 更年幼的宝宝和找食物 兵蚁则是捍卫大家的安全 我还有问题 嬷嬷请说 在故事里 蠢蠢妈妈跟蠢蠢说 影子变短 是因为影子肚子饿了 嗯 这应该只是在开玩笑的吧 因为我记得以前说过 影子是因为光线被挡住 所以产生一块黑黑的 光照不到的地方 嗯 不过 影子为什么会有长有短呢 影子的长度跟光线的角度有关 光线的角度越低 影子就会拉得越长 光线的角度越高 影子就会短短的 小朋友可以试试看 在暗暗的房间开手电筒 光线照向你的玩偶娃娃 用手电筒模拟太阳运行的方向 就可以知道光和玩偶娃娃的角度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子变化哦 哇 今天的知识好丰富哦 嗯 也是因为丁丁的故事 给我们这么多的灵感 延伸出这么多讨论哦 如果大家想听更多丁丁创作的故事 可以搜寻丁丁说故事 也欢迎大家尝到童话套永岛的粉丝页留言 跟我们聊聊天哦 好哦 时间差不多了 下一集丁丁会继续陪我们听故事 大家也要回来一起收听哦 没错没错 那我们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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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